就是全班的女同学都喜欢我 这边大学的女孩子都知道我的 我的人气很高 一千多个女生追你 你都没有心动吗 不是没有心动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说 比较专注吧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学业 还有事业上面吧 你说蓬蓬看上了你 蓬蓬看上了你哪些地方 我虽然目前是个三五人员 没房子 没车没经济吧 但是我想自己创业 你的创业资金呢 找银行银行贷款 拿什么去抵呀 我父母的房子 父母的房子凭什么给你抵呀 我觉得一家人们 最起码有 一家人也要分清楚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如果做不到你的 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就做不到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 结果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 还是我的 不管他是我的我的还是他的 但是我一定要征服他 我才能成功 我才能卖下下一步 你征服谁 当然征服我父母了 我第一次听说父母是用来征服 父母生了你 养了你 还要被你征服 做你的父母可真悲哀呀 不悲哀 我们家都很乐观的 二十八岁不工作 没有恋爱过的陈宏伟 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叫蓬蓬的女孩 被蓬蓬优美舞姿 强烈个性打动之后 陈宏伟经常给他发博客留言 可是这位神秘的蓬蓬 出现在博客回应两次之后 再也没有了踪影 今天 陈宏伟来到节目现场 向他心中神秘的白富美告白 那么蓬蓬会来到现场 接手他的告白吗